然後我又來到一個像叢林的地方了啦 它那個生態魚其實蠻平均的欸 就我走沒幾步就可以看到新的生態魚 這樣算不錯吧 我覺得 啊完了完了我又不死了 啊完了完了我又不死了 哇靠我現在的血防禦超高欸 我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來就不會死 我覺得我還蠻夢的欸 目前的裝備 哇觀眾我目前呢 飛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它叫貧己深淵欸 飛到這邊來 感覺完全不一樣欸 整個超黑的欸 有沒有我先飛回去一下 有沒有這邊是移移之地比較正常 我飛進去之後 我靠直接視野變黑欸 然後我的龍還中毒 所以這邊是所謂深淵的感覺是不是 啊深淵有什麼不同的嗎 好像也還好欸 我感覺絕不知道深淵有什麼特殊的啊 欸我現在才發現上面有礦欸 上面有兩種礦欸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挖一下上面的礦 下一下下下下下 我疊上去看一下喔 感覺那個也是挺不錯的有沒有 上面這個東西 黃色和綠色的 還有白色的 我們疊上去看一下 黃色的礦是金礦 金礦 啊不就單純金礦嗎 它會掉金粒啦 它是會掉金粒 但金粒有什麼用啊 我不知道欸 你們真的覺得金粒很好用嗎 呵 天啊 那綠色的總是新的礦了吧 我不覺得綠色的會是什麼綠寶石之類的 我覺得綠色的一定是好康的礦好不好 綠色的礦 綠色的礦怎麼看起來有點像鑽石啊 等一下大家這是什麼東西 我好像知道這是什麼啊 不是吧 來來來看一下綠色的礦啊 鑽石礦 真的假的啦 我可以來這個世界挖鑽石欸 10顆了欸 這個遊戲的鑽石展在天花板是不是 哇靠 啊這個白白的是什麼啊 我還是蠻好奇的 算我覺得應該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惡賽礦吧我猜 看一下 欸沒有欸 該不會是鐵礦吧 這邊有生源鐵礦欸 他會掉鐵礦 那我不要鐵礦啊 我都會鐵 我鐵礦幹嘛 喔這些魚很煩 這些魚到底在幹嘛啦 為什麼魚可以飛啊 What the fuck 幹嘛一直撞啦 誰啊 魚是吃飽太鹹是不是 過來啊你這個廢物 去死啊 好嗎 動不動在那邊撞欸 莫名其妙 我只想看這個是什麼 啊好吧 深圓鐵礦 它鐵礦長在天花板的啊 欸各位等下我看到怪怪的東西了 等下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在夷夷之地的一個地牢 這裡有柵欄 夷夷夷地 幹什麼幹什麼 不要流進來不要流進來好嗎 真的不需要你流進來 這邊就是一個 地下城的感覺嗎 我們走下去看看 哈囉這邊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這邊有一些臉 然後這邊呢 一個一般的地牢的感覺 這什麼石伯鬼 什麼東西啊 這裡有一些該死的傢伙 但他們還不會掉東西耶 而且我要開這個箱子還必須要挖生怪磚 那我挖掉了 反正也不知道他們幹嘛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箱子裡面有什麼 暗瓜派 雙鋼 雙鋼感覺又特別強耶 死部不要減速 呃 I don't know 我現在真的去給他打耶 他打我不會痛耶 雙鋼感覺不錯啦 至少他還是一個礦物有沒有 欸等一下啦 先讓我看一下啦 雙鋼劍 好吧其實還好 我覺得沒有很強 挖掉吧 總之 還是帶著走啦 不拿白不拿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感覺就是一個地下城 而且還有很多這種水有沒有 在那邊卡耶 我們稍微照片看這附近有什麼特別的好了 我們感覺他每個轉角都長得一樣啊 這什麼東西 音樂唱片拿著 來啦我們再走一下 他最好每個轉角都長這樣子啦 這是在幹嘛啊 唉唷 靠 有怪怪的傢伙在那邊叫嚇死我 過來給我殺啊你 垃圾 喔 移移守衛 他有點像BOSS的感覺嗎 但他打我不太痛 移移力 移 你打我知道移移力是什麼 移移力可以做這把移移劍嗎 啊這不是移移 這是移翼劍 移翼劍 啊他還有什麼特別的嗎 啊 移翼 能幹嘛啊等一下 移翼力不能幹嘛 移翼不能幹嘛 喔他可以把 惡賽劍變成移翼的東西 然後他還有一些 工具可以使用 喔 喔 移翼劍的話 他挖掘方塊的速度會變快 然後 斧頭可以造成兩倍傷害 啊這什麼東西 移翼可以做戰斧欸 哇 可是我自己不喜歡戰斧 這個叫做移翼斧吧 可是我自己不喜歡戰斧 總之 好啦先留著啦好不好 先留著 喔 這邊還有一些地板 幹什麼 幹什麼 一堆怪物來打我是怎樣 走開啊你 欸所以我下一個任務應該解完了吧 任務解完了解完了 然後他給我吞菊者生怪彈 不知道吞菊者是什麼 然後最後的話是叫我們打什麼 他殺死咀嚼者 蛤咀嚼者 是這個嗎 蛤 我該不會要直接召喚吧 我蠻好奇的欸 這個東西該不會要直接召喚吧 他是沒做完還是怎樣是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欸 當然 在那之前我還是先探索下面這裡好了 我先把下面這個地方全部探完再說啦好不好 搞不好還能發現其他東西嗎 只是他的那個地牢就真的蠻無聊的 因為都長一個樣子啊 真的是都長一個樣子 我就稍微探一下啦好不好 把這邊全部探完 OK 各位觀眾我們目前已經把 整個區域給全部探索完了 然後我其實有發現這種地方會藏箱子 但通常都是一些垃圾就是 我們可以稍微打開小地圖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整個結構 其實 說大也沒有很大啊 但就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探一下喔 那我們目前收集了還蠻多東西的 我們就 先回去好了 那接著我還是先來解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我們不是有拿到一個 吞局者的這個生怪彈嗎 我猜他可能是BOSS喔 然後因為他沒有做完的感覺 所以說要我們直接用生怪彈召喚吧 OK 沒關係 我直接在這邊有沒有 挖個洞進去 然後直接召喚在這裡面 這樣對我來講也會比較安全嘛對不對 我們直接這樣子 然後把他召喚在這裡面OK嗎 他要死了 我先把他解放出來好了 不然我完全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他就要死了 這樣是不太好 你不要再卡到頭了好不好 老兄 他快要被卡死了怎麼辦各位 我要趕快拯救他 拯救BOSS大行動 你先別死好不好 你先別死 他剩一半的血了等一下 他快要被我霸凌致死了怎麼辦 我現在還解救不了他 你過去一點你過去一點 我救不了你 你的頭出來了嗎 老兄你還行嗎 我現在想辦法救你 他居然不會破壞方塊耶 哇他長得超噁心的耶 我終於看到他的頭了 超級無敵噁心 但他要死了 等一下我救不了他各位 我終於砍死他了 各位抱歉 這裡的BOSS 就這麼沒有尊嚴被我卡死了 我解到了啦 上甲蟲寶石 正是下一個世界的那個東西喔 我們就領著 沙漠次元 完蛋了 我好像有玩過這一個BOSS組 BOSS這不重要啊 重點是 我好難過喔 而且他好像也沒掉什麼神奇的東西耶 他有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好像真的沒有耶 他有掉吞 吞局者的靈皮啊 然後他需要 呃 八個糖做一個胸甲 然後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效果 所以我就說啊 他這個應該就沒做完有沒有 連掉落物都沒有做出來 就單純給你殺 然後掉這個 剩甲蟲BOSS 給你看下個世界啊 OK沒關係 我們雖然說這裡的任務解完了 但我還有一些東西想解喔 就是 我看能不能把這些進度 呃 解 多解一些出來好了 那我要做的事情 首先就是先 呃 再殺一個這個小怪 然後用這個玉斧的東西有沒有 做一個火把出來 這邊的火把好像是 特殊火把 就是比如說我把他插在這邊有沒有 玉斧生物碰到好像會扣血 就有一種防怪的火把的感覺啊 有沒有 雖然說沒有很強就是 我不如一刀讓他死啊 那接著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 用筒抓一個維生魚 這個地方我記得會有一些魚可以撈喔 我們稍微看一下 在哪呢 欸等一下這次都沒有魚嗎 不是吧 不是吧 之前明明就遇到一堆魚在咬我欸 喔呦這邊這邊這邊 生魚 啊這個不能撈是不是 還是我要撈的是小隻的 像這個流 這裡有小隻對不對 微生魚 奇怪的魚 啊我可以把它撈回主世界放嗎 蠻好奇的欸 我們稍微試試看好了 來來來來來 我們把這一個 魚桶給帶回去看一下喔 把它倒在哪裡比較好啊 欸是我家夫妮是不是也都沒有什麼水池之類的啊 啊有有有 我知道哪個地方有水池的 我把這一個特別的魚 倒在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 釣魚場這邊 然後我靠這是誰 怎麼怪人在我這邊 放著 然後這裡就是奇怪的魚有沒有 OK 那接著剩下的任務其實 我都沒有很想解了欸 比如說 深暗鬥不上幹嘛 感覺還好 然後這個 不是很想做 它應該就是一個像 雪人的東西吧 或鐵券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有點麻煩 我還要找 所以說我覺得還行啦 好不好 那個時間應該也都逛的差不多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時間用在 前往下一個世界會比較好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這集就炒羅心到這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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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日本 Kinda 떱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沒有結婚